邀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好 台語的通話 委員說比方比較好 好 先請教一下 我以前拍電鍋 電鍋 假設說台灣是一齣電鍋 你認為南路主角要穿什麼衣服 譬如說日本有和風 美國可能是西部牛仔 你認為台灣人會穿什麼衣服 傳統的服飾 我是認為它是民間 等級累積形成的 所以我在住裡面的時候 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沒有用保證的身份 來積定一種學種 來做做我們的文化代表 但是我願望 我願望 我們自己民間的文化 來發展資格 我們可以來累積 還有來形成我們自己 文化的傳統和代表 了解 因為部長的回答 剛好和我想過很想 一方面 可以說這是台灣的文化 但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文化 到底要怎麼表達 你可能可以說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清差的方向 但是這個上次因為我們過去 受失明的時間太過長 所以我們的文化 很多都是外的文化 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前陣子我剛才有一個朋友 我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 你們台灣人就會穿國際裝啊 我就覺得 我好像對怪怪的感覺 就是像這樣 不管你穿什麼衣服 上面都會遞一個國際的墨子 為什麼遞國際的墨子 會有問題呢 因為呢 我們的Republic of China 去到外國的時候 跟人做文化的交流的時候 會去任何是中國人 所以今天 要來討論一下 這個文化部 這個 有一個 對法 對我們做這個文化大外宣 你說在這年的時候 美國民主基金會說 會 我們用這個孔子學院 在全世界在教中文 教漢義 但是做的最重要是 在做通證 要影響到公共的議論 甚至是 在煽動大學生 來做到 對法中議員的抵抗 那一樣 這個孔子學院 已經去 扶佛 一個 美國的地口 來認定 是通證的機構 但是 偏偏 台灣我們還有一個 叫做台灣學院 是在文化部的關節裡面 台灣書院 台灣書院 是 台灣書院 跟孔子學院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出 差別性 這不一樣 現在我想世界 因為台灣書院 比較多是在美國 美國政府 因為我跟他也有交流 我也有 關風的交流 互動 他都了解 台灣書院不一樣 他都了解 孔子學院是什麼 台灣書院基本上 本目的就是文化中心 文化組 美國當時有台灣書院 是前政府開始設立 我相信 但是他本質上 他是一個 我們的文化交流的單位 我們的外館 主外館 所以他的本質上 跟孔子學院是不一樣的 我想美國還是世界應該是 都很了解 我想跟我們交流的單位 一定是了解 但是你對民間來說 他就是寫方塊字 講漢語 講輕輕輕輕輕聽不懂的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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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就是我們的駐外館 像洛處的台灣書院 他就是我們的駐外 跟藝文機構博物館 或文化創新文化科技 跟在地國合作 第三就是在地 他的特殊性 相關的活動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在協助 台灣的文化走出去 絕對跟孔子學院不一樣 委員你可以放心 部長的立場堅定書 有一些信心 但是 既然是民眾歡迎 我們當然要來跟部長 來講給你聽聽 另外就是 孔子學院 他就用立場 是這個通前做一個 在文化交流的部分 我們還有什麼 文化翻通前的方式 比如說 他做他的中國文化 我們要怎麼 台灣文化 他才是說 這個差異性在哪裡 有辦法 來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是認為說 我們做自己 就是最好的反制 因為我們文化存在的目的 也不是為了說 我們要反對誰 我們也不是為了反制誰 文化就是做自己 文化就是發展自己 你自己要製造什麼款 你讓世界熟悉你 所以基本上 我們自己的文化 壯大然後走出去 我覺得就是最好的方式 民主自由 就是我們最好的 這個區隔 在自由民主生活下 我們產生了多元的文化創意 這就是台灣文化的軟實力 我是非常有信心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自己應該有信心 就讓我們自己的路走出去 就對了 道長說得很好 但是我沒有完全認同 我們不是說 因為對面的文化 是有侵略性的 不管我們表現得如何 你就是黃皮夫 黑頭髮 我有可能跟你的議員 跟你的文化 掌握在手上 當然我們的立場堅定 是表達我們的意志 但問題是中國 在信討 在通前甚至是 吃豆腐的 這個上面將來 就不要放軟 所以 我還是要提示 文化通前 文化心頭 我記得一個很簡單的 我以前在高雄大學 在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媽的小孩的驚醒 在2000年之前 他都看台灣的綜藝節目 但在2006年 之後 回去的時候 他開始看中國的節目 這就是一個 吃豆腐的行為 因為我們的文化 看起來很近 所以就有可能 聽說 你是中國台灣的文化 這是屬實 我認為這也是 國際上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知道有這個屬實 我們有想要改變 我想這樣就好了 不必要說 民主自由 所以我們就一定 不能這樣想 因為通前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東西 我要利用民主 來信討你的民主 我想 這是 在這個文化通前的部分 我們未來要 這個思考的事情 感謝 謝謝 感謝委員 好 謝謝陳柏惟委委員 接下來請莊敬成委員